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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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e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邢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好看很好看非常好看 愿望会愿望 但是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采访放出来的时候 但是现在此刻此刻 肥虎晚会出现 我是十九季出现的 富流年就是越往越高的 她觉得 既然上天给每次重来的机会 她绝不能重蹈覆车 那些失去的东西 她要一件一件地拿回 不然然 心机 稳重 理性 哇 我觉得非常多的精彩 其实我们拍的时候 我就觉得 火烧自己内成挺精彩的 就在前三季 就是她足够 足够懂事 然后她也可以为了她在乎的事 人 去奉献自己 所以 我必须判断 就是 就是 安然 可能 要想更多 因为小田居 我们可能更天天生活 谈恋爱啊 就是比较 在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小感觉 但是安然 会 会去想很多事情 比如说工作 比如说家人 比如说感情 比如说家族的情怀啊 她想的更多 更复杂一些心理的动作 演现代剧就是 像当的时候 更听生活的 演故事剧 因为我们没有在路上生活 不在生活 也没有更大的空间 然后也可以促使我们 去了解一些历史的古代人物 然后我挺担心一点 就是光是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喜欢就是生家小女 跟摄影音群传舞 陪众们长大的 我觉得就是尊重 我摄影师 我就觉得说尊重圆柱 还原经典 然后向经典学习 向经典致敬 我有一个心愿 你想说什么 你我结伴为兄妹 和好 是动力 心态 跟 跟理性 因为 人是感性动物 人是情感动物 人很容易被自己的情感带跑偏 就有一个疑性的弦 就往被拉自己 但是过于疑性 因为是很可怕 继续感觉 就是这个 nice的人 因为自从我怕水 所以在拍过年的时候 我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我有深海恐惧症 特别是大海 深入间谍的大海 和深入间谍的小溪 或者河流 都不行 呃 如果你看看体验行 因为港里啊 用的食物也要活动 但是用水 如果高于一路的话 我就不行 我的水在这里 有个温存风险 嗯 就是我的两部戏播出 很幸运 能在2022年播出两部女装 嗯 有一部 神将手也是今年播啊 对 很幸运 三部戏播出 真好幸运 我希望我能再工作 有多多 再剧组 如果现在还没进组 那时候我现在还没进组 那就一直写下去吧 我的天哪 啊 就被一想想就可怕 嗯 不能说对工作填满吧 就是工作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会 今天组请演员吃饭 嗯 也就这样了 身体健康 就是我现在演戏 每场戏 嗯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我只不过学会思考了 嗯 你看哦 如果我们演一个同类型的剧 我们认为在观众的心里定性 那我们在定性的同时 怎么样把 把观众觉得我们 是那个角色的同时 能把这个角色演得不一样 十场结吻的戏 那就得吻出十场不一样的感觉 从容 有工作 有感性 有用 回家无聊工作 出进了公司 就是要有责任在身上 哇 神将手吧 因为神将手是心理上的疾病 我们要去体会这个人物 体会这一类的人群 你也会去体会吗 神龙 神龙醋吧 嗯 再带上司徒末吧 因为他很快乐 开心 带他没有烦恼 我们把他弄到我们 他说没事啊 我们可以 哎 这上车了 啊 啊 Look at this Let's celebrate And eat this Alright 好 肯定 I'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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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o y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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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他包裹我那个火烧 红衣 我那个红桃 十一针线手缝出来的 红了两个月 我欣赏安然跟丛容吧 人人那一款很理性很懂事 内心有柔软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坚硬的地方 可能是角色 人物 故事 把这个人写得有血有肉 然后写得很有情感 写得很饱满 丛容在小说里面 他回国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律师室所 孙鹏吧 我觉得现在想要孙鹏满会调恋爱的 还是丛容吧 唐小天跟金超 超哥也蛮有默契的 因为超哥毕竟他演戏的年头在那 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感染到我 他一对视 或者是演对手戏的时候 他就是 会演戏的对手很重要 他可以带你走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会带更多的好作品给大家 谢谢